又到了广告时间 首先多谢大家 上一次我们有一个party 开心吗? 开心 你走了大家还未肯走 你说得很勉强 你举个例子 不用再来我 不用 人们很喜欢看到我剪辑 因为我剪辑已经变成了世界新闻了 日本人看到我变成了 其实我不是变成了剪辑 为何是广告呢 因为我们在6月22日 端午节那晚 我们有另外一次party 因应疫情之后 大家也很想再见面 今次不是吃饭了 今次我们是品酒 也是光顾另一间 我们相熟的 一个 fine dining的地方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 好像你没去过 在上环 在文武庙斜对面 那个详情 麻烦大家 打92672622 与我们的行政人员联络 他会介绍给大家听 今晚有什么酒饮 也有什么消息 希望大家拥有参加 顺便和陈志涵博士 与其他节目主持人交流一下 我今晚会亲手为大家调整一杯 welcome drink 我懂得调酒的 是呀 上我 我很期待 你看我的样子 多期待 哈哈哈哈 卖完广告了 我们接下来 大家休息一下 这个其他节目 咳 咳 第四集,在这里谈谈外游 在外游时我乘搭飞机时看到喜马拉雅山 真是很高的 是的,你当时的飞机是飞得高还是低? 比较低 因为你去的地方只是那一头 所以你去到那一头就要降落 但一般如果正常飞机飞到最高的 3万呎高峰就比喜马拉雅山更高 高一点 即是8公里与10公里的分别 是的,你看到更好 山顶仍然有雪,这样也没那么害怕 如果说喜马拉雅山山顶没有雪 那真是麻烦 喜马拉雅山原本不是山 这样说,喜马拉雅山的原先形成 我们对于地球板块运动是比较有认识的 基本上现在也不是主流学雪 原来我们的认识就是因为印度板块 向欧亚板块制压 即是如果你看到足够久以前 整个印度这一块地 基本上就不是黏在亚洲那里的 它是自己一块的 一块好像我们今天看到的 澳洲一块 但它整块因为地壳运动 硬了上欧亚板块 撞了上去时就凸了出来 擠了一大构很高的山 就是喜马拉雅山 所以你会说 其实这个印度板块 完全是另一块 我们也是从这些地质的考证 我们知道哪些原本是 黏在的东西是分开了 原本有些分开的东西是黏在的 譬如说哪些原本是黏在的 南美洲和非洲 南美洲和巴西凸起出来的 那一块和非洲凸起的 原本是凸起的 但它们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我们中间看到 整个大西洋的海溝 原本地球最初有的板块是一块 几乎只有一大块 是的 我们是透过地质运动 以及演算来问 它原本应该是怎样的 好了 这一节要说什麽呢? 我们不是只说 我们是想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山是怎样形成的 以我们一般的认识来说 两个板块撞起之高了 就回答完了 是吧 但现在我想说 其实原来不是的 我们以为是这个效应 解释了所有东西 但原来不是的 这个过程有点 我们如果说 你要重新解释 飞机怎样可以飞 我记得我以前 就算是高中的时候读 他还在用一个 原来不是主要的效应 来试试告诉我们 飞机怎样会飞起 以前我们就说 因为飞机的形状 有一个流线形 于是乎 肌翼顶和肌翼底的空气流速不同 于是乎就有百佬离效应 造成一个声力 但是 如果你认认真真去实验 去解释 原来发觉这个百佬离效应 给到你的声力 只是佔 几个百分之十几个百分之 更加重要 为飞机提供的声力 反而不是这些效应 现在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就认为基本上两个板块一折 就跌高了 但是我们发觉 不足以我们解释到 为何我们有这麽高的差异 原来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其实那个板块的移动 是不是说 它里面本身已经有个断层 再加上里面的地壳 下面的移动 导致这种撞结 可以这样说 你当地壳下的熔岩 那些地慢的地方 其实有很多不停地对流的 一个个的小组 即是等于 你打边炉 煲水 你会看到 在你的煲水里面 会随着你下面的发热线放的位置 是令到产生了一个对流的pattern 通常你就会看到 可能就是 是由中间的水流向上升 然后向外面 这样沉下去 然后圆形 像是一个东垃形状 那就是整个水流的pattern 这种很有趣的 就是很视乎 你的煲下面的发热线是怎样的 我们的地球是怎样的呢? 下面是否有发热线呢? 我会说差不多是 因为在地球的核心 比地球的外壳热 所以你可以说地球的核心里面 就好像藏着一块暖包 一块发热线 那它的热线就不停地需要 被透过对流的效应带出来 所以你在那个外面 楼体的地板的位置 就不停地有很多这些对流的 一个对流的 我们叫做cell 细胞的cell 一对流的一个pattern 是将那些热线 其实就传递上来 同样的效应 在太阳也有的 太阳的核心是热很多的 外面是冷很多的 所以里面亦需要有一个 流体的传递过程 既有传递、对流、辐射 三种能量传递的过程 即是在太阳发生 如果我们说在地球里面 就主要是传递和对流 好了 因为有这个对流 浮在上面的核心 便会移动来移动 这个就是板块移动的原因 主要是靠着下面的岩漿流动的运动 便会有一个对流 为何会开头只有一块 后来就列成很多块 这里就另有故事 但你又可以去想想 两个板块要撞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觉 不光是擠起 有些地方是凹起来的 有时是擠起来的时候 两个撞起来的时候 是大家斗将大家推了下去 但有时斗大家将它推了出来 那何时特色是何时推下来的 那你可能会说 看看哪个食物 怎样撞起来 看看可能它的板的形状是怎样 会不会是什麽原因 我又很喜欢打个比喻 如果你不要用 你拿着两块饼干 两块芝麻梳打饼 就好像两个板块一样 你将它磨擦 左右上下磨擦 左右下磨擦 或者将它坎在一起 你会发觉你很难 预知它是何时突上来 何时凹下去 何时会就这样碎了 其实你去研究这些 山系升高的成 其实你会发觉 都有面对这个问题 但我们现在发觉 你要很准确地研究它的时候 你就需要用到一些建构的实验 以及一些 电脑运算的模仪 你要将它实际上受到不同力的影响 就放在一起 譬如像地球这个系统 你一定要将下面的岩漿运动 去考虑下去 然后你去仔细理解一下 现在这两块东西凸了出来 究竟有多少贡献 是纯粹来自它撞下去的动量 有多少贡献 是原来来自下面有些岩漿 那种对流加持它 你就可以用一个 电脑模仪 来比较准确地考量 其实今时今日就是说 刚刚这个星期也有公布研究 原来就是我们以往一直认识 怎样因为减快的活动 形成那些山的图像 是过分简单的 原来加多一个效应就是 你一定要将下面的熔岩 流动的运动 考虑上去 你才能够解释到 为什么阿尔卑斯山 和喜马拉雅山 会是这么高 但是下面的对流本身 是否有时的力是向上 有时是向下 是的 其实它的流动 究竟是否帮助你推上去 其实是这样的原因 下面的压力是怎样的样 你一定要将它考虑在内 而且它给出来的效应 是比你纯粹的板块 自己本身藏有的动能 如果你说它不一定向上 我会有没有例子看到它 凹凸了它 其实你看到海溝也是 那些海溝本身已经是 其实海下有很多的板块 很多的海底火山 它一直去喷 其实那些就是一些 比较低的地方 它下面一样是会有 可能是一个板块就放在下面 然后它会震 然后在那个位置 也爆了很多的岩漿出来 这就是一个例子 那它现在计算的数据时 它震现哪个数据是最大的 它也是在 将所有的地质条件 全部放进去之后 参数都放进去之后 它最后是考证原来 岩漿活动是贡献得很大 我会觉得这样 我们一直忽略了它 因为我们不太看到岩漿 但如果我用一个这样的比喻 其实我们地球的面皮是很薄的 我们就觉得 我们真的不知天高地厚 我就会说 我不是说地球的半径 我纯粹说地球的地壳的厚度 其实地位是很薄的 但如果要去到地深就有6400公里 但如果地壳 在说是以几公里 十公里这样的 你口极 二十多公里 外面那股固体的东西 就只有这么薄 而下面更加多就是 很热的东西 流体的东西 你很容易理解 那当然是下面更加大的东西 主宰了你上面的东西 但是以往就是因为我们不太理解 我们只是以为地就很大 以为东西就这样撞起来 接着就凸了上去 我会说它也会产生到山 但是主要效应是下面很大煲的水 很大煲的岩漿 正如刚才你说的 下面我们很难量度 如果你有没有方法可以量度下面 对流的情况 影响是如何 你要量度它的对流情况 仔细它们的统计规模有多大 我不太清楚 但是你也是可以由一些 类似测地震的技巧 你知道下面的流动大约是如何 而且我们因为知道下面的物质是什么 我们大约知道下面的流动 那种能量 我们纯粹就是用 热力学的方法来估计下面 隐藏着多少能量 这些能量是可以 构成有多大的推动力 我们发现藏在地心下面的那些能量 其实是比起远远浮在上面的那些 其实对于它们来说 这些就是海洋上面的几块浮板 就是这些七大洲 下面那些东西的能量 是远远大于你上面的那些东西 拥有的那些小小能量 但是如果你根据这个讲法之后 我们有可能有新的山 继续出现 那一定是的 你相比于 这个太阳系里面其他的星体 我会说 我们的地球 地球的地球运动还是很活跃的 那我们有没有其他在太阳系里面的星体 都有一个比较活跃的地球运动呢? 有的 我们上个星期 即是我上个星期有提及过 在木星的其中一个卫星 因为木星的引力关系 令它一直保持着 卫星上有一个很活跃的地球运动 地球运动活跃到一个地步 就可以将它藏在下面的水份 擠得很高 就是一个喷泉的效果 地球的地学运动主要是靠 地球自己本身残余的热能 来维持着地学运动 但是对于其他卫星 它很可能是透过 万有引力衍生给出来的 一些叫潮值力的东西 来维持着地学运动 即使地学下的影响是最重要的 但也有其他因素 例如月球的引力 是否有一定的影响 你可以说是有的 但计算的数据也是很小 很小 你可以这样说 它能够将海水移动来移动 但它有多少是能够帮你将山继续升高呢 你可以慢慢将它的%计算出来 现在我们似乎新知识就知道 原来应该就是下面那堆岩漿 是最能够影响到它是升多高的 但下面的岩漿活动是否找到的规律 这方面我没有资料 在今次的研究都没有讲到多少 更加这么说 我会说如果能够了解地下岩漿的规律 甚至可以令你更容易预视哪里有地震的海啸 但是反过来看现在我们对于预报能力 我们可否建立一个很有系统的模型 令到我们透过掌握在地深发生的事 已经帮预报地震呢 我们未有这件事 我们现在只不过有一套监测的系统 哪里会热了 压力高了 大家就要走轨 是这么多 所以 事实上走轨的警务也不是太理想 是的 是的 所以我未听过 告诉你地震 你快些什么模型 现在这么说 我们对于天文的认识 你发现只是看科学生才知道 每个星期都有天文新闻给你 但对于地深的认识 我们是少的 很难得我们说得到月球的月深 不是地深 月球的深 以及火星的深 已经是觉得很厉害的大新闻 这个往往是因为 因为在里面的东西 没有什么去发射出来的讯号 让我们去量度 所以我们就会说 就算由今时今日 我们对于天外的星 去取出一些物理现象的认识 竟然是比我们对地球 为何会有山的认识 是的 这个是个幻法 是的 看高是比较容易看过 是的 所以刚刚这个星期出这宗新闻时 他也是用了一个很讽刺的这句说话来做标题 就是我们原来 一直都搞错了山是怎样形成的 原来我们对于山是怎样形成的 还是不清不楚的 是的 这就是顺带一提了 虽然我们没有时间讲的 就是现在中国应该在挖挖全世界最深的一个洞 去做一些科学的研究 好 我们现在就要结束我们下一次再回来 咳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 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